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Bladehead跟Devcon都有演講的一個議程 那我就跟他們說你們就安心來聽 因為這場是第一次這個Talk講中文版 所以請各位可以安心 那請國外的朋友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我們是有這個有翻譯的 所以請不用擔心 那接下來的這個議程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因為我們有看到幾個keyword包含說nsa 那其實這會探討的議題是有關VPN SL VPN 那很多企業其實都有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在前端的一個設備 但當這樣的設備遭到攻擊或是被利用的話 到底會有多大的危害呢 那ORANGE跟MAY他們的研究會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樣子類型的設備會有怎樣的問題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那請各位掌聲歡迎ORANGE跟MAY Long Kua 講完 哈囉 其實這就是英文談 開玩笑的啦 這樣子 嗨 大家好 對 好 那近十幾二十年來 那個VPN 就是虛擬私人網路 變得越來越普及 尤其是SSO VPN 這個東西 那对于企业来说 SSL VPN是最方便 也是可以让员工快速访问企业内网的一个 东西吧 对 算东西 但相对的 这个方便也成为了一把双面刃 对駭客来说 SSL VPN同时也是 让駭客进到你企业内网最短的一个路径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大型企业所在用的这些SSL VPN 可以怎么样被駭客攻击吧 好 首先我们来工商服务一下 那我们来自DevCore 那DevCore是一间台湾的本土资安公司 那同时也是在台湾做这种offensive 做攻击最厉害的公司 如果我们敢说我们是第二的话 那应该台湾没有厂商敢说是第一啦 真的 那而在推斗就是国内的一些红队演练 或是渗透测试的过程中 我们逐渐发现说工房间资讯的不对称 才是造成整个企业 易工难守的主因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今年第一次尝试举办了自己的研讨会 DevCore Conference 那这是一个以纯攻击导向的研讨会 我们希望透过分享我们 就是经历上百次的渗透测试 或是红队演练的攻击思维 以及经验手法 让整个社群及产业互相成长 使台湾的资安能量能够更上一层楼 所以请现在立刻马上把9月25号给空下来 那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研讨会吧 不过除此之外 我们今年在大会的摊会区也会有我们的摊位 那提供一些小游戏 以及一些限量的门票 那欢迎大家来逛逛 这样子 好 工商服务时间好像花了太多时间了 这样子 那自我介绍的部分 我应该就不用花太多时间 那大家好 我是Orange 那想多认识我的话可以Google Orange Tsai 或是这两天有看到我的话都可以来聊个天 大家好 我是May 那我是DevCore的研究员 那我通常是在HECON跟217 CTF Team会打CTF 然后我主要是打Binary的部分 那这次在SOS VPN 我也是主要负责Binary的部分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我先highlight一下 呃今天的重点 那有人要抄的话可以赶快抄一下 我们将会介绍两个知名SSL VPN上 最严重的漏洞 也就是远端代码执行 那一个是在FrootingNet的SSL VPN 那这部分我们将会介绍 这部分将会由May来帮我们介绍 很厉害的记忆体漏洞利用 那 呃 记忆体的技术漏洞利用 然后整个利用过程不但轻松 而且非常稳定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神奇后门 那这个后门呢可以让任何不懂技术的人 都可以轻松登陆你的FrootingNet SSL VPN 那对于一些不懂Binary漏洞的Web狗 也不用担心 下半场的Pro Secure SSL VPN的这个漏洞 就是完全各种精妙的Web组合 那我们也会讲一下我们如何透过这个漏洞 绕过层层的障碍去打掉Twitter最重要的伺服器 那最后我们将会提出一个新的攻击手法 那这个攻击手法可以让我们不只打掉你的SSL VPN 更可以连带将你所有员工的个人电脑一起打掉 好 这是今天的大纲 那首先我们会介绍什么是SSL VPN 以及为什么它很重要 重要到我们要去针对它 那通常SSL VPN是一个黑盒子 像iPhone一样它不会提供完整的控制权给你 那所以说我们为了要去做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要去做进一步的研究 所以我们要先去Draw Back它 那我们才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那研究后当然就是我们寻找漏洞的方法论 然后以及刚刚讲的两个案例介绍 以及如何更进一步的利用SSL VPN 获取更多的资源以及权限 那最后当然会提供一些修补建议 给企业一个方向去保护自己的SSL VPN 好 所以什么是SSL VPN呢 跟一般传统的VPN技术相比 例如说IPsec或是PPTP等等 SSL VPN其实更简单上手 它不需要安装 而且可以在任何的网络环境 甚至是防火墙背后进行连线 你只需要一个浏览器 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那也因为它的便利 现在基本上SSL VPN 几乎成为企业中最主流的远端 存取连线的方式 SSL VPN隔离了企业内外网 保护了企业资产免受于外部的攻击骚扰 但假如今天你所信任 而且用来保护你安全的设备 如果不安全了该怎么办呢 SSL VPN本身就代表着一个安全的概念 但假如说今天你信任 并且赖以为生的SSL VPN出现了漏洞 那该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它会从原本的 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变成Virtual Public Network 好 果然大家听不懂英文 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去研究SSL VPN这个东西 它非常重要 但基本上很少人去研究它的安全性 那第二个是基本上几乎所有的企业 都会使用SSL VPN 但是 但是 在这个领域却只有很少的厂商去主宰这个市场 根据我们对全球Fortune 500 也就是财富500做的统计 最常见的三家SSL VPN 差不多占了75%的市占率 那如果我们再扩大一点 扩大到最常见的前五家SSL VPN 那基本上已经市占率达到了87% 不能再高了这样子 那真的是87% 不是我随便讲的 所以基本上哦 如果你发现任意一家SSL VPN的弱点 那基本上你可以影响到整个世界 好 那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为了要让世界各地的员工 可以连上企业内网 所以SSL VPN这个东西 一定会暴露在外 一定会暴露在外网 所以正因为它这么重要 甚至连NSA都在寻找SSL VPN的漏洞 那例如说几年前 号称NSA军火库的方程式组织的攻击程式外泄 那里面就有好几个跟SSL VPN相关的弱点 那所以说 如果你找到这些SSL VPN的弱点 你可以打进很多重要的 你可以打进很多的一些大企业 例如说Facebook就有使用SSL VPN Twitter也有使用SSL VPN Marvel也有使用SSL VPN 这个logo超酷的 那顺便一提 就是那个时候在Survey 有哪间大企业用SSL VPN的时候 发现就是Marvel 它对所有的服务的那个subdomain 直御名都是用一个英雄的名字 所以例如说他们的mail 可能就是用什么Ironman 然后他们的其他服务就是用什么钢铁人 或是美国队长之类的 这个还蛮有趣的 那甚至哦 甚至哦 连NSA自己都有用SSL VPN 那顺道一提 他们用的是Sysco的Solution 那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对Sysco 已经有很完整的掌控之类的 所以SSL VPN是许多企业员工 每天赖以为生的工具 那同时它也是企业中最不重视 最不被受重视的一环 那不被重视到什么程度呢 有时候甚至连骇客 都比你了解你家的SSL VPN 长什么样子 举个例子 我们在7月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ParaOrtor SSL VPN上的 远端代码执行漏洞 那一开始会发现 这个漏洞其实还蛮意外的 我们在一次客户的红队演练中 发现的 那一开始我们以为这是一个零队 但是当案子结束的时候 我们尝试想在最新的版本上 去重现这个漏洞 我们失败了 所以说我们开始怀疑 这是不是一个已知的漏洞 那我们开始就是寻找网路上 所有的资料 我们找遍了网路上 所有的资料 但都找不到相关的叙述 我们找不到任何的CVE 或是官方的公告 跟这个有关 所以我们开始怀疑 这是不是一个厂商 偷偷修掉的漏洞 好 那既然对厂商是一个 已知漏洞的话 那在最新版又被修复的话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寻找 世界上还有哪些人 用了这个旧版的 这个ParaOrtor SSL VPN 然后我们刚好发现了Uber有使用 所以我们就打掉Uber了 那你可能会觉得Uber很无辜 那其实Uber自己也是受害者 他们躺着也中枪 但你想想哦 厂商偷偷修复了一个超严重的漏洞 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的公告 也不跟他的客户讲 而且ParaOrtor的SSL VPN 本身并没有什么更新的机制 那一般如果你是网管的话 你没有看到什么重大更新 你根本不会去升级你的设备嘛 所以最大的问题 其实还是在ParaOrtor这间厂商本身 现场应该没有ParaOrtor的人吧 有的应该现在也不敢举手这样子 好 那当然我们秉持着白帽子的精神 我们还是跟ParaOrtor去通告这件事情 那但是他们的回复很有趣 我已经帮你把重点标起来了 他们对于内部发现 以及修复的漏洞 不会给任何的CVE 真棒 所以没有CVE就没有漏洞 真是make sense啊 不过啊不过啊不过啊 当我们把整件事情 写成部落格 发布到网路上之后 ParaOrtor在隔天立刻马上 就发了CVE给这个漏洞 所以真的有时候是不错不行的这样子 那当我们开始研究SSL VPN之后 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 我们要去选哪家SSL VPN做研究 那所以我们针对市面上常见 SSL VPN出现过多少高风险漏洞 做了一个小调查 那SSL VPN本来就是一个要求 高安全性的一个应用 所以大部分的SSL VPN的漏洞都很少 除了Cisco之外 但是在这些SSL VPN之中 你可以看到ParaO Secure跟FaultyNet 他们拥有高风险最少的漏洞 那要研究大家要挑最难的东西来做研究嘛 所以说我们挑了ParaO Secure跟FaultyNet 当成我们的研究目标 ParaO Secure是世界上最有名的VPN解决方案 那也拥有最少的漏洞 那它被广泛地用在大型企业 或是服务提供商以及政府单位上 那FaultyNet只是走另外一个路线 他们走低价路线 所以很爱就是一些中小企业 或是一般的家庭 很爱使用FaultyNet 当成它的SSL VPN的Solution 那顺道一提 顺道一提 台湾的政府单位很爱使用FaultyNet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的价钱很便宜 通常在十万元以下可以过采购这样子 可以不用经过采购 好 那这两间厂商都拥有的最高的市占率 以及最少的漏洞 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 它们上面的远端代码执行 那基本上啦 如果你把这两家打下来的话 在台湾已经是可以通行无阻的 我这里举个小例子喔 台湾的前五名大学 台清交城镇 或台清交镇城 看人看人 对台清交或是台交清城镇 随便啦随便啦 前五名大学里面光是使用ProSecure的 就台大清大正大交大已经试索了 那剩下唯一一个没有用到ProSecure的成大 它是用FortyNet 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预算比较少啦这样子 所以这个涵概率其实是很可怕的这样子 所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题吧 要开始一项新研究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尤其在SSL VPN上更是如此 那我前面有提过 SSL VPN其实就是一个黑盒子 那SSL VPN很习惯自己自干整个架构 而且不提供任何的资讯及界面 或是share让我们进行更进一步研究 所以因此在研究前 Jailbreak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步骤 可以让原本的黑箱变成灰箱 甚至是白箱 从这些截图中你可以看到 SSL VPN通常就提供一个受限制的界面 那你只能做厂商所规定的那些事情 无法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想办法如何去Jailbreak它 那SSL VPN通常会是一个硬体设备 但我们不是硬体骇客 所以我们从厂商所提供的VM下手 那通常这种VM有两种 一种就是基本款 什么保护都没有 那另外一种就是有硬碟加密的 那对于基本款 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 如果它没有一些GiUB的保护 你可以透过直接进Single User Mode 去拿到Luke Shell 或是把VM挂载到你的机器上 然后对档案系统做修改 那你也可以拿到Share 但是哦 我说但是 如果今天这个VM的档案系统被加密了怎么办 那为了防止有心人士去做篡改 大部分的商用设备VM都会对它的硬碟进行加密 那在没有解密之前 你没有办法对档案系统做任何修改 但今天我们介绍一个技巧 可以让你轻松地绕过这所有的硬碟加密保护 好 这是一个简单的Linus开机流程的一个介绍 那在过去 如果你要去破解类似的这些Virtual Machine的硬碟加密 你通常要去逆向分析这个VM Linus Kernel的这个步骤 然后去获取加密的Key 但逆向实在太累了 那所以我们今天Focus在另外一个点 那这里我们给出一个如何用记忆体见识 去Jailbreak的例子 如果你对Linus的开机流程熟悉的话 你应该知道它一开始从BIOS 然后到Lylo,GRUB之类的 然后再到Kernel去执行最初的这个 这个slashbin,slashinit去初始化整个作业系统 那在PeroSecure中这个初始的这个process 它跳了一个提示给你 请按下Enter去修改 或是看你的这个SSL VPN的这个设定 而当你按下Enter的这个moment 这个初始的process会执行另外一个process 让你去修改检视VPN的设定 好,我们在这个时候 暂停整个VM的执行 做suspender 好,接着我们在VM外去扫描整个记忆体 那从记忆体的扫描过程中 我们观察到这个被新打开的process 其实是一个Pero的程式 那它的名字叫dsconfig.pl 那看起来这个被开起来的Pero的程式 可以被当成一个利用点 让我们去取得shale 所以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我们轻松地用memory patch 把这个dsconfig.pl执行前 把它换成bin.sh 那替换完之后 我们只要轻轻地按个Enter键 就可以绕过整个加密流程 拿到shale了 好,所以我们透过了这个方法 拿到了系统的完整控制权 那接着就可以开始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以及漏洞挖掘 好,那我们拿到shale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找洞嘛 然后这台SSO VPN上面 通常都会有很多的服务 譬如说SSH或者是Telnet之类的 然后大部分都是很大 而且不太好分析的 对,那到底要从哪边开始找洞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就提出了三个 在SSO VPN上面特有的供给项量 那第一个是Web VPN Web VPN它是SSL VPN它特有的功能 它是一个很强大的功能 但是同时它也很容易有洞 那我们在这上面找很多洞 然后也回报到Bug Bounty 回报到Bug Bounty上面 然后用它赚了很多钱 对,它就像是我们的ATM一样 对 那第二个接下来我们会讲到 一个NativeScript Language它的扩充套件 然后还有它怎么造成危害的 然后最后我们会讲到一些多层次架构上面会产生的问题 那第一个是Web VPN Web VPN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Proxy功能 它支援大多数常见的协定 像是SSH或是FTP或是RDP 那同时它也可以处理许多的网路资源 那有别于一般的VPN 我们会需要装一些客户端的程式 那使用Web VPN的话 我们只要从浏览器按几下 我们就可以连到所有想要连的服务 对,那听起来就是很强大又很方便嘛 对,那显然这个功能就不会是太好实作的 对,那有些厂商它选择了全部都自干 就什么都自己写 然后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那有些协定或是资源的处理 势必也是要自己去做处理的 那这种code就非常容易有 记忆体相关的漏洞 对,那在自己实作方面 也会需要很高的质安意识 我们在Survay的 应该说在research的过程中 我们也有找到一些debug function 然后是在production上面的 对,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厂商 他们储存了一些机密的资讯 却没有加密 或者是有一些厂商直接把 重要的资讯 expose在外网 那有一些厂商它是直接拿 Open Source的程式来盖 那这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 他们在复制这些code的同时 他们也会把里面的bug 一并都复制进去 这样一来如果以后 在这个Open Source的project上面 发现漏洞的话 那他们就只能手动地去做修补 对,那这种程式就会非常的难以维护 那还有一种厂商 他们是使用了现成的函视库 但我们发现呢 就是大部分的厂商 对于他们引用的这些library 是很懒得更新的 对,我们有发现 譬如说在十年以前的 Libcurl和LibXML 那大部分的厂商 就根据我们的研究 我们后来发现就是 大部分的厂商他们都有 实作一个 NativeScript Language的扩充套件 那NativeScript Language 就是指这些 Pearl或是PHP之类的程式语言 那举例来说我们有看到 使用C去实作的PHP的extension 或者是使用C++ 去实作的Pearl的extension 那他们这些厂商 通常用这些扩充套件来 做一些加解密之类的运算 然后主要是 目的是加快它的效率 但是这种加解密的功能 其实非常的容易有动 尤其是你去用C或C++实作的 那在这种扩充套件上面 他们因为是用不同的语言 去撰写的嘛 那在语言的转换之间 也很容易有Type Confusion的问题 那我接下来就会仔细介绍 那众所皆知 C是一个很容易有动的程式 那尤其是在自串处理上面 那举例来说 像是因为C的自串 它是阵列长度 是你要自己去处理的 所以说它在自串长度的计算上面 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 就会有动 那或者是一些 本来就很危险的function 像是StringCopy之类的 或者是一些被误解的function 那我们下面举一个例子 这边是一个 smprintf的function 选的一小段code 那如果说这个smprintf 它在组合这个自串的时候 它最后组合出来的自串长度 是超过它指定的大小的话 那这个自串会被截断 那有没有人知道 这个回传值它应该要是多少呢 它应该是被截断以后的长度呢 还是它应该要写进去 但是被截断的长度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答案的 那正确的答案就是 其实这个return值只是 它应该要写进去的长度 也就是说它是会大于 这个它限制的大小的 所以说当我们在这边用一个 这个减法的计算的话 就会造成integer overflow的问题 那同时在使用这些extension的时候 它在不同的语言之间的形态 是会让人很困惑的 譬如说我们同样是在用一个string 那你怎么知道 你在用的是一个pearl的string 还是c的string 对 其实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你怎么知道 你在用的时候 你有没有好好的把它分清楚 或你有没有好好的用它 然后让它是安全的 对 其实没有人可以确定这个答案 那这就会是一个漏洞的来源 然后最后一个是在 多层次架构上面的问题 当我们在处理同一个东西 我们却使用了不同的标准的时候 那这个标准之间的不一致 就会产生问题 就像是去年ORANGE也有讲一个 在Badhead的演讲 他就有提到使用了reverse proxy 和Java后端产生的不一致的问题 嗨 嗨 嗨 谢谢 然后这里我们就提出另外一个案例 那这是一个ACL绕过的漏洞 那它这个发生在 使用了C的webserver 然后后端接上Restful的API 那这边的在C的server上面 它使用了就是点加 来做regret expression的match 但是这样子 其实会match太多了 就是它match太广了 这样造成我们可以使用点点斜 然后来去存取一些 因为我们不能存取的页面 那以上就是我们在这次研究中 我们找到比较特别的一些attack vector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讲两个案例 第一个是在Fortigate上面的RCE 然后第二个是在PostSecure上面的 那这边有一个disclaimer就是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 所有的漏洞其实都是已经回报 而且已经厂商有发patch的 然后目前我们也有发现 已经有被公开的exploit 然后也有人在打了 所以如果你们有用这些机器的话 然后还没有更新 大家记得赶快回去更新 好那第一个就是Fortigate的Case 好那首先我们在Fortigate 我们就先拿到它的show之后 我们就会先进去逛一逛嘛 通常都是先去逛一逛 看它有什么程式 那我们在逛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就我们去LS了它的病 斜线病 然后发现里面全部都是symbolic link 就是说它所有的binary 其实都是指到同一支的 对Fortigate它把它所有的binary 全部都编到一个档案里面 然后这就造成这次档案超级超级大 我们的IDB file大概有500MB 然后里面大概有85000个function 这是一个非常大非常难分析的 然后它用很多function table 就是我去管理说我要呼叫的程式 然后像是各个demon 比如说最重要的webdemon 那我们后来研究了之后就发现 就是这个webdemon 它是用apache去改写的 但是apache是2002年的apache 对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久以前的apache 然后它使用了 它另外再写了很多module 然后去实作各个页面的功能 然后这个就是Fortigate它的登录界面 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账号密码 然后登录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功能 但我们的目标 最终目标 就是从这个简单的登录页面 然后打进去 然后拿到它的share 那我们今天要讲到三个bug 第一个是一个RCE的攻击链 然后我们是使用了一个 不需要认证的任意读档 然后来读取认证的资讯 然后进一步的登录 然后登录之后 我们利用了另一个漏洞 就是在web VPN上面的hip overflow 然后第三个是一个 比较有趣的漏洞 就是一个大家都可以轻松 使用的一个后门 我们只要有一个magic key 我们就可以任意地修改 别的使用者的密码 好 那我们就从 任意读档的漏洞开始 当这个伺服器啊 它想要根据语言 来帮使用者显示相对应的页面的时候 它就会拿一个叫language的参数 然后它去组成一个档案路径 那它这边就使用了smprintf这个 function 来组成这个字串 那它这边它并没有对点点斜去做一些过滤 然后但是它会在路径的最后 帮你加上一个副档名 也就是这个json 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 只能读json档 对吧 因为它会帮我们加个副档名嘛 对 对 那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这边 有没有人想到 要怎么样不被这个json控制 然后做到任意读档 想不出来也怎么办 那我来告诉你们答案吧 我们利用了smprintf的特性 那smprintf它就是给它 当它在组成字串的时候 我们会告诉它说 这个buffer有多大 所以它不能组成超过这个buffer长度的字串 所以说它最多会写入buffer的大小 减1一个字元 那利用这一点的话 我们只要让我们最后组了出来的字串 是超过这个buffer大小的 像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塞了一大堆斜线 然后我们去把它这个参数填满 这样组合以后 这个路径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它后面的json 就会因为已经超出了buffer的大小 就会被截断 截断以后我们就可以任意读档 我们想要读什么 就不会受到副档名的限制了 那在我们好不容易拿到任意读档之后 我们就开始找有什么好用的东西 我们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们叫它一个SSL VPN的谜团 它不只发生在40Gate上面 然后在PostSecure 其他的厂商也都有 那这个谜团就是 这些厂商不知道为什么 在机器上面都放了一个 特别特别特别详细的session file 那这个session file 在40Gate上面叫做 SSL VPN Web Session 那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Session Token还蛮正常的 IP address也是应该的 username也是很正常 那名文密码 正常来说会在机器上放名文密码吗 对那我们不知道 就是放名文密码这个东西 到底是怎么流行起来的啦 那根据我们的猜测可能是起因于 Google或是Facebook 或是Twitter带会大家的吧 那不管怎么样啊 就是有这些名文密码 对我们这些骇客总是很friendly的 对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用 这些帐号密码来做登录 那这个就是40Gate的 Web VPN的界面 那它是可以看到大家 它现在在这边有支援很多的Protocol 那我们这一次要使用的是 HTEP的这个Protocol 那它的使用法就直接在它上面打上URL 我们就可以连到目标的网站 那如果仔细看一下这个网址列的话 就会发现 是SSL VPN在中间 做了一层Proxy 那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它里面的元件的话 就可以发现所有的 网页上的元件 它的URL都是被改写的 所以说Foregate它会将所有 这个网页上的网址 都去做一个改写 那可以想象的是 就是这样子的功能 它一定会需要很复杂的支撰处理 对那这种功能就特别容易有动 因此我们就在上面 找到了一个Heap Overflow 对那这个漏洞很简单 它就是在处理JavaScript时候 它没有好好的去处理Buffer的长度 它在Main Copy的时候 它并没有检查长度 它就直接复制进去了 所以在没有检查长度 就复制的情况下 就会有Overflow的问题 那通常这种Heap上的漏洞 我们就会先去对程式 做一个分析 譬如说reverse一下 然后对程式的流程 了解之后 我们再去控制它 记忆体的分布 就是所谓的PiHeap 对然后最后在Overflow的时候 我们就盖掉一个 好用的目标 然后造成任意读写 或者是进一步的RCE 对但是但是 但是在Fortigate上面 这个情况就变得很困难了 那这边有几个主要的原因就是 第一个是Fortigate它在处理多连线的时候 它是使用Epo这个函式的 就是说不管有多少个连线 它都是一个Thread跟一个Process 对那这一支程式 它的主要程式跟Library 就它所有的Code 它使用的记忆体 都在配置的记忆体 它都是用同一个Heap的 对然后这支程式它又会不定时的 应该说不时的触发一些行为 去搅一搅Heap 对然后所以这个Heap它就非常的不稳定 对就是说所以其实我们 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排Heap了 因为当我们要去攻击的时候 Heap可能已经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了 对那还有一个更糟糕的事情就是 Apache它有自己实作一个Memory的管理机制 对那这个管理机制造成 就是它在单一个连线的过程中 它是不会去呼叫Free这个Function的 也就是说它记忆体分泌出来 它就放在那边不会去释放 然后直到你连线结束才会去释放 那这个对我们这些爱排Heap的人来说 就是是没有办法在单一个连线去排一个Heap的 只有你爱排Heap的 还有Enjoy Boy 对 然后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 好像不太能排Heap了 然后我们就有点卡住了 就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那边就在那边看 就我在那边看那个IDB 在那边看 然后Oring就在那边乱戳 然后就在那边看那个边开GDB 然后在那边戳那个漏洞 然后戳一戳 然后Oring就突然说 诶 我好像快要改到EIP了耶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那边看半天我想说 怎么会突然就改到EIP了 然后但是事实证明就是 大家可以看就是其实我们已经快要 真的是快要改到EIP就差一点点了 所以有时候就是 有时候逆向半天啊 不如还动手戳一戳比较快 那这crash它的起因是 我们盖到了一个指向Function Table的指标 那这指标是在这个叫做SSL的结构里面的 那就是人如其名SSL这个结构 它就是拿来做SSL连线的处理的 对那它对我们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目标 那第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要触发它的就是 allocation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可以让它塞满整个HEAP 对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 它的大小刚好跟我们要 overflow的那个Gioscript的buffer 大小很接近 所以说它们可以被放在附近 对然后而且还是一个 有固定的差距的一个位置 对那最有最好的一点就是 SSL这个结构它里面有些非常有用的成员 那它里面有一个 Function Table的指标 然后叫做Method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就是GDB那边写烂的东西 对然后但是我们找到一个更有用的 就是一个Function Pointer 对Function Pointer要更好的点 就是我们在exploit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去位造完整的Function Table 我们不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表 我们只要有一个Function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 我们没有办法在单一个连线中 去排HEAP 那换一个角度来想 我们能不能不要用一个连线 那我们就用超级多个连线 我们利用这一点 然后让SSL这个结构 塞满整个HEAP 这样我们要exploit 我们要overflow的时候 我们就超级容易写到它 这样我们的供给就会变得比较稳定 也比较简单 好那我们exploit大概就像这样 这个是HEAP的长相 那我们就先把HEAP它用SSL塞爆 然后假设这上面有三个SSL的连线 有三个SSL的结构 那SSL的结构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就是一些基本的资讯啊 还有function table 还有最重要的function pointer 它现在是指向SSL 而step这一个 很正常的SSL的函式 那如果我们现在就去触发这个JavaScript 就是有漏洞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让这个JavaScript buffer 刚好在这些SSL结构的前面 对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去 做一个overflow 那这个overflow的话 因为它在这些SSL结构的前面嘛 我们就可以把它盖烂 像是这个样子 对 我们就用一对A 去把这个SSL的结构盖烂 这样的话这次审视就会挂掉 那我们要怎么把挂掉变成rc 这个情况就变简单很多 我们就只要去构造一个 好像很正确的SSL结构就可以了 对 但是我们要放一个假的function pointer 对 但 譬如说我们就先 我们在这边就把这个function pointer 改成了system 那当这一个受害者 这支程式 他想要做handshake的时候 这支program他就会去执行我们的system 对 那因为 这个expload它有可能会盖掉其他东西 然后导致程式烂掉 对 然后 所以这个server就有可能会在expload的过程中 会烂掉几次 不过这就是小问题啦 反正FordGate有一个非常可靠的watchdog 我们只要多试几次 他就会自己帮我们重开 然后大概一两分钟就可以拿回去 感谢FordGate 感谢FordGate 好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 就是FordGate拿RC的整个流程 对 但是你们有些人可能 就是这个真的太binary 太binary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觉得很痛苦 对 但是 如果不是binary的你们会不会有个 可能会有疑问就是 诶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啊 不要搞这么复杂啊 没关系 既然 上帝为我们关了一扇门 就为我们开一扇窗 所以我们就找另外一个后门 那这后门 它原本 本意上 应该 应该啦 应该是拿来更新 过期的密码用的 我们帮他推测 对 那他验证没有处理好 验证没有处理好的情况下就是 我们只要拿它这个magic key 等一下 这个参数它真的叫magic 不是我们在讽刺它哦 它真的叫magic 我们就用这个magic的这个参数 然后打一串神秘力量的字串 然后我们就可以改其他使用者的密码了 所以你在登录的时候 除了账号密码之外 再多送一个magic等于什么什么 你的密码就可以改成你送出的密码了 对 对 真是超级贴心的后门 好 那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 demo 我们怎么拿到rc的 好 我们就把我们的那个php的 exploit放到我们的hp server上面 那这就是我们的exploit 那因为那个 system的参数其实在那个时候是不可控 所以我们先搬了一下stack 就是搬stack 然后再做一个rop的攻击 然后下面这边就是我们使用的revertial的command 那我们这边使用的是一个python 然后来让它连回我们自己的server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把这些字串组合起来 然后去overflow这个sso的结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可以开始攻击 那最左上角这边 我们就先开了一个nc 然后去接收要回来的reverse shell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跑了一只城市 然后去让它狂塞连线 然后塞爆那一个server 然后让它的ssl结构充满 充满它的heap 然后最后 最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攻击 那首先我们在攻击的时候 我们首先会先尝试去 我们刚刚提到有明文密码那边去leak账号密码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 leak到一个账号叫做meh 然后还有一个密码叫做this is password for me 然后利用这一组账号密码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登录 然后去攻击在webvpn上面的页面 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拿到了一个root shell 好 谢谢大家 掌声勒 好 大家还听得懂吗 全部都是记忆体上的利用 我知道听不懂 不过不用担心 接下来都是跟web有关的东西 好 那接下来 perl secure算是大型企业中最受欢迎的ssl vpn厂商 那在2014年以前它属于juniper的产品线 那在2014年之后分家出来成立自己的公司 那perl secure基本上全部都是用perl跟c++写的 那就是很自己硬干的架构 他自己用c++跟perl写了自己的网页伺服器 然后自己的cache server 然后甚至写了自己的资料库 那算说他们的架构很旧 但是却很稳定 以及很安全 那除此之外 perl secure也用了很多library去增强系统的安全性 以及一些机核等等 好 那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究 我们发现了一些 我们发现了这些漏洞 那这边我们会介绍两个漏洞 一个是第一个的任意读档 然后配合下面的一个在管理界面的command injection 去串出一个不用认证的远端代码执行 那首先介绍的是 不用认证的任意读档的这个漏洞 那perl secure从8.2开始 引入了一个新功能叫html5access 那这是一个可以只透过浏览器 让你用浏览器就可以访问Telnet啊 或是SSH 或是远端桌面的一个新功能 那以往你要去访问这些服务 你一定要装一些杂七杂八的client嘛 但是它引入这个新功能之后 你所有的访问只要透过浏览器 就可以完全搞定了 那也感谢这个新功能啦 让原本很严格的路径处理 产生了一些瑕疵 那为了去处理一些远端桌面 或是其他服务所产生的一些 静态资源档 静态资源档 perl secure在原本很严谨的这个路径处理上面 多加了一个 多加了一个if else的条件处理 那这个条件处理就是本次漏洞的重点 好 那要怎么知道 你有没有受这个漏洞影响呢 基本上这个漏洞影响了所有 non-eol 就是还没有 就是non-eol的版本 所以只要你的perl secure SSL VPN 还在原厂的support范围内 你就一定受影响 那我们这边也提供了检测方式 可以让你去检测自己家里的SSL VPN 有什么问 有没有这个问题 你可以看到啊 原本的路径检查很严格 只要当出现三个斜线或点斜的时候 它就直接喷一个inviolet pass 但假如说哦 你在网址的尾巴 多加了一个html5的特征 那这个原本很严谨的这个检查 就被绕过了 所以我们有了任意读档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那我们可以得到系统的private key 去窃听或是解密 所有https的流量 那也可以看到一些系统的设定档啊 或是设定密码等等 那以及所有密码的 所有使用者的密码hash 以及在上面使用web VPN的cookie等等 那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在一些操作中 使用者的明文密码 会被cash起来 所以我们一样可以得到 使用者的明文密码 对 明文密码又出来了 这样子 所以现在我们有了明文密码之后 我们可以轻易地访问 企业的内部网路了 那为了更进一步地渗透 我们的最终目标 当然是拿到远端代码执行 要去拿到一个share才爽 所以这里我们串了一个 在管理界面上的command injection 从这段Pairl的代码来看 这个应该很简单明了啦 如果我们可以控制 options的这个参数 那我们就可以插入 任意的命令到这个Pairl的函数中 这应该非常的简单明了 那事实上也没错 我们可以从管理界面中的 troubleshooting的这个page 的这个页面 直接控制这个option的参数 所以真的这么简单吗 其实没有的 Pairl Secure为了预防一些 严重的漏洞产生 他们针对他们的产品 加了很多的一些加固 那例如说他检查了 系统的完整性校验 让你不能去复写一些明刚档案 那以及他有唯独的档案系统 去防止你写入一些 恶意程式到Chrome Tab 或是Web的路径上 那最有效的一个防护 是一个叫做DSF的Pairl Marger 这个Pairl Marger是我们在利用 这个Command Injection的时候 所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障碍 那DSF是一个用C++写的 一个Pairl Marger 那这个Marger实现了 自己的Command Line Parser 然后以及Hook的数个 就是Pairl的危险函数 以达到检查的目的 例如说System Open 或是Exec 等等危险的函数 那这个Marger 禁止了一些危险的资源 去防止你做Command Injection 那以及重新使用 Pairl实作的 Shell中的Io Redirection的 这个重导向极致 那所以说 因为这个保护 你可以看到它挡了超多东西 那基本上我们的Command Injection 基本上是不能成功的 那当然我们想了各种方法 去绕过这个保护 那因为它没有过滤Dash 所以我们第一个想到的 当然就是Argument Injection 那我们尝试了插了几个Argument 都失败 那有蛮多原因的啦 那最大的原因在于 Pairl Secure上面的TCP Dump太久了 它的TCP Dump是2005年的TCP Dump 那所以根本在那个时期 没有支援很多一些 有趣的参数 可以让我们去插一些 奇怪的东西 那我们在想如何利用的时候 我们发现啊 Pairl Secure为了效能上面的考量 它会把我的Pairl的Template 模板在Render完的时候 放到某个快取资料夹里面 而且那个快取资料夹 是我们可写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目标 就是想办法 写进那个快取资料夹 但是因为啊 就是我们刚才有看到 就是所有的Standard Out 都被导进 斜线DEV斜线路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 控制Output 那我们剩下能用的 就是利用原本TCP Dump 纯PCAP的参数 就是-W这个参数 但实物上啊 似乎很难弄出一个 既是PCAP的Format 又是一个合法的Pairl的档案 对 就这样 你要写出一个档案 刚好是PCAP的Format 然后又是Pairl 可以执行的档案 那在实物上 其实基本上不太可能 所以说Argument Injection 这条路基本上算是失败的 那顺道一提 今年在五月的时候 去国外的研讨会 那就是有遇到一些中国的 中国某个很有名的 一个治安公司的研究员 那我们讨论的时候 发现他也有在研究这个漏洞 然后他也发现了这个 Commat Injection 那基本上这是一个 很简单发现 但是很难利用的一个漏洞 那那个时候我就呛大说 我有想出利用方式 他没有 超爽的 好 所以说为了去绕过这个保护 我们必须研究得更透彻 那我们开始研究DSF的原石码 去看有没有什么地方 是我们可以利用的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 我们发现了一个小瑕疵 当DSF在解析这个Command Line的时候 如果他发现一个烂掉的重导向 例如说大鱼啊小鱼之类的 它会造成后面的重导向都烂掉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小瑕疵 去重新控制指令的Standard Out的标准输出 但就算如此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产生一个 合法的Pearl档案 好 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控制Standard Out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呢 我们可不可以用Standard Error 去写我们的后门 我们尝试看看用TCP Dump 去开启一个不存在的档案 那这时的错误讯息会是 就是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那我们从这个错误讯息来看 我们好像可以部分地 去控制这个错误讯息 对吧 就是你看我们的123就在这个错误讯息之中 那我们试着把这个错误讯息导到Pearl执行 那看起来Pearl还是喷Syntax Error 那没办法 但是哦 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档案名称 像是print123 加上一个警号 那我们一样把这个错误讯息丢到Pearl 诶 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Pearl竟然正常地执行完这个程式 并且印述123 好 那我们来学学Pearl Pearl101一分钟学Pearl Pearl支援go2这个语法 所以TCP dump加上一个冒号 在Pearl里面就变成一个go2的label 而且我们使用警号 把后面的东西给注解掉了 所以整个错误讯息 现在就变成一个合法的Pearl程式 所以最后的expload 差不多长得像是这个样子 好 首先是我们让TCP dump 去开启一个不存在的档案 那这个档案名称会出现在错误讯息中 像是右下角那样子 那接着我们把错误讯息 重导向到刚刚所提的 模板快取的目录 那我们把档名设成 setcookie.html.ttc 那最后就是整个expload 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透过一个烂调的一个重导向符号 让整个ds-safe command line parser解析错误 那导致后面的什么pipe到斜线DVNUO 跟二大语警一之类的都被忽略掉 那当我们的错误讯息被写到 Parl这个快取目录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访问相对应的路径 去执行我们的后门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漏洞串在一起 得到了一个非常稳定 而且不用认证的远端代码执行 好 那这个是Parl Secure的故事 那我们时间不够 Parl Secure的response我们就不讲了 这边应该也没有Parl Secure的人吧 好 好 那接下来就是实际打推特的例子 那当Parl Secure patch说所有漏洞之后 那这边要讲一下 Parl Secure其实 patch得非常快 他们一个月就把我们所有的漏洞都给patch完了 他们真的对于security来说非常的重视 那当他们修复完所有漏洞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监控 网路上所有有用这家SSL VPN的大公司 想看他们对于这个严重漏洞的反应时间 反应时间 反应速度 那刚好推特就有使用Parl Secure的SSL VPN 但是你想哦 假如说在patch刚出来的隔天 直接去打推特 这样感觉有点不太人道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等了一个月 那这一个月当中我们每天睡觉起床 第一件事就在看推特patch了没这样子 那不过很幸运的 他们过了三十天都还没patch 所以我们就开始打下去了 好 那这是推特的SSL VPN的界面 差不多长得像是这个样子 也是一个简单的登录页面 那从那个redcon来看 我们发现哦 推特在上一次更新是去年的12月 所以推特看起来应该是有动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今年4月才回报的嘛 所以他们上一次update是在去年12月 所以应该是有动的 那我们也证实了这件事情 那我们利用独档漏洞得到了许多推特员工的名文密码 他们的密码每个都是20字以上 超靠北的 但是啊 在尝试要拿share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一些障碍 那当然就是说 我刚才说PeroSecure加了很多的加固 那当然推特自己也会加了很多的加固 所以我们除了要落掉 PeroSecure的那个保护外 我们也要落掉推特的保护 我是不是没时间了 好 没关系 那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什么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二阶段验证 所以说就算我们可以拿到推特员工的名文密码 拿到20个字的密码 但它开启了二阶段验证 我们也无能为力 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想办法去绕过他们的这个二阶段验证 去登录他们的系统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之后 我们发现推特开启了Roaming Session这个选项 那Roaming Session是一个为了增进使用者体验 及方便的功能 它可以让你登录之后的Session 不管你换了不同的无线网路 还是不同的IP 都还是可以用同样的Session 去登录你原本的SSL VPN的系统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件事之后 我们就直接找线上 有谁正在用这个SSL VPN系统 那我们去围造成它的Session 那就可以绕过它的二阶段验证了 所以我们成功地进去了Twitter的SSL VPN系统 那基本上其实在这一步 我们已经可以去 没有任何限制的访问Twitter的内网了 而且这个方式 基本上你只要不做一些太奇怪的事 是没有人会发现的 但是我们更想要的就是要拿到Share 那在尝试拿到Share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有说过我们的Command Injunction 是在管理界面 但是为了安全考量 大部分的网管都会禁止从外面访问管理界面 那这个还蛮make sense的 一般你就管理界面干嘛要对外 当然就是对内网而已嘛 所以为了要可以插我们自己的Command 我们必须找另外一个方法 去存取它们的管理界面 那这里我们可以用SSL VPN内建的 WebVPN功能去绕过它 对 就是SSRF 那这里我们用了SSRF 那我们也终于访问到它的管理界面 但看到这里聪明的你 你应该会想到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你看到这个登录框 应该可以知道是什么问题吧 最后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管理员的名文密码 那事实上大部分的管理员 只有在第一次登录的时候 第一次要设定的时候会登录 那那个密码存在Cache中应该不会存太久 所以说我们没有管理员的名文密码 我们唯一有的就是管理员的Hash 那这个Hash是在SaltMD5之后再加个SHA256 那如果你对Hash有点研究的话 你应该知道这个格式有多麻烦多靠北 所以我们开了一台72核心的AWS 去破这个密码 对 有钱人的快乐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花 且枯燥 然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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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hours later 我们成功地破出密码了 然后登录他们的管理界面 那登录密码 这个也因为我们还蛮幸运的啊 因为我们刚才说 Twitter员工的密码有20个字 但是他的管理员密码只有10个字而已 而且第一个字是大写B 那你也知道就是大写B是在 那个你要破解密码的 还蛮前面的这个顺序这样子 那登录之后 那我们就用我们的Explorer 那这里我们尝试执行的 IFConfig这个指令 那我们也拿到Share了 好 那我们把所有的东西 回报到他们的Bug Bundy Program里面 那也拿到了很多钱这样子 那基本上这个是Twitter给出的最高的金额 以及第一个远端代码执行的漏洞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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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拍手的好像是暗装这样子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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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会在两分钟内解决 应该没有时间了 我们还剩多久啊 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一个 bonus的一个part 那我们的公司DevCore 是提供了最专业的红队的服务 在台湾 在亚洲 那让我们来谈一下 怎么让我们的rating更read 好 那通常在那个rating的一个行动中 个人电脑其实更有价值 更具价值 那所以说为了去控制那些个人电脑 我们必须想办法去 对SSL VPN去做一些事情 才可以让我们去控制 其他人的个人电脑 那当然就是以前有一些旧的手法 例如说我进去SSL VPN之后 在上面放一个钓鱼网站啊 或者在上面放一些木码啊之类的 这些都太low了 我们今天介绍一个更厉害的东西 好 这个叫做logon script 那这个logon script 基本上所有的SSL VPN都支援这个功能 它可以让你执行特定的程式 就是当你连上SSL VPN之后 可以让你执行特定的程式去做 例如说网路磁碟的mount啊 或是一些lautting table的改变之类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利用这个东西 好 我们来看一下demo 好 我们来看看demo 好 快结束了快结束了 真的真的 好 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这个explay就是要 就是要接一个参数嘛 那我们把参数设成我们的目标 我打字比较慢 好 你看 从这个explay里面我们拿到了管理员的账号 以及hash过的密码 就是shar256加endifysold 那基本上很难破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去修改它的cookie 成管理员的cookie 让我们成功登记管理员账号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cookie 修改成管理员的这个stationID 好 当我们修改成功之后啊 我们尝试着访问管理员的界面 我们会发现啊 发现啊 我们进去了 好 那这就是管理员的界面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利用 在这个user userloads下面的一个feature 这个feature叫做 VPN Tunneling 那从这个VPN Tunneling的这个界面 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支援了不止Windows 还支援了Linus跟Mac 那这里啊 我们就做个小示范而已 我们把我们的backdoor 命名为小算盘 好 这里我们输入小算盘的路径 好 那当我们改变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来移到受害者的电脑 受害者的电脑 对 也就是我的电脑 好 这个受害者的电脑 就打开了PeroSecure的这个 这个连线agent 那就连线输入自己的账号密码 密码增长 好 当它按下连线的时候 而且成功连上SSL VPN的时候 小算盘就会自动跳出来了 好 这就是demo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功能 打掉所有连上这个VPN的个人电脑 这超好玩的 对我来说啦 好啦 那最后就是我们 头影片差不多结束了 那最后还是要给一些recommendation之类的 那第一个就是 如果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减少类似的攻击呢 第一个你可以用client side的这个 client的certificate authentication 就是certificate的不只要认server side 也要认client side 那这样可以让一些坏人 连不上你的SSL VPN 那第二个其实你开启的NFA 或者就是刚才讲的two-factor authentication 其实在多少程度上 还是可以去防止类似的攻击的 那最后就是把logaudit打开啊 然后去订阅厂商的security advisory 然后让你的系统更新到最新状况 这种老生常谈的东西这样子 好 那这是我们的演讲 那就谢谢大家